現場消息來關心 北北基 宜花都有強降雨的情況之下 雨勢似乎真的是越來越明顯了 陽明山的累積雨量破300毫米 像在竹子湖這邊餐廳的老闆 就很無奈表示 今天遊客全都跑光光 現場連線給記者林婷舟告訴大家 婷舟 好 其實帶給大家台北台風的最新動態 我們現在所謂的位置呢 一樣是在台北市的陽明山這邊 可以看到現場的風雨 其實還是逐漸的在持續的增強當中 剛剛稍早根據中央氣象所的預報顯示 已經針對的是北投以及士林的山區 發布的是大豪雨的特報 尤其是針對的是陽明山的晴天岡這邊 每個24小時已經是降下了 超過300毫米的雨勢 雨勢是非常的驚人 我們其實現在的地點是位在 這邊非常知名的景點 在竹子湖這邊 其實現場的餐廳已經 部分已經都沒有營業了 因為今天雨勢實在是太強了 不過今天我們還是找到了一間有營業的 而且不過今天整體的業績 還是非常地找他們來問一下老闆 老闆今天的業績怎麼樣 業績很差 下大雨嘛 又台風天都沒有人上來 那今天整體的風雨跟前幾天比起來 差很多 差不多 四分之一 剩四分之一剩一剩一剩而已 好 其實聽到老闆就可以講到 今天的業績 整體的業績是不到一成這麼多 而且其實可以看到現場 其實只有零星幾位民眾來到現場 是來進行用餐 我們剛剛其實可以看到是只有兩桌的狀況 不過今天呢 今天台北市的應變中心也已經強調了 他們在稍早的時候已經成立了經濟的應變中心 如果等一下 如果有任何的災情在台北市 以及是士林 以及北投區域 如果有任何的狀況 他們也可以隨時進行掌握 馬上可以進行救災 好像是我們現場掌握到的最新情況 這把事